沈浩 这是你逼我的 不是逼啊 我必须把人像 如果没有人像 董事长呢 董事长 还是在那片山开发化工厂的事情 毕竟咱们工夫 就算是千亿万亿的产值 也不能在那开发工厂 臭 王总董事长太固执了 是啊 董事长妻子都自杀30年了吧 不可能抱着死人过一辈子吧 我受够你了 带着你那一文不值的道德标准 去死吧 啊 我重生了 葳葳 葳葳 这个地 钱还不当 师弟们将军 这个不送 我搬掉 来 来 我搬掉 我搬掉 哎你们干什么 求求你们不要玩 不要玩 不要玩 不要玩不要玩 不要玩 我求求你 不要玩钱我们一定还 又怎么还 你有钱吗 又你玩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 别说 扯着媳妇倒是 要不 扯哥 你钱 我就不要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妹子 玩玩 呗 哈哈哈哈 都别 不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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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我妈妈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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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 兄弟們給我弄死他 呀 呀 呀 千萬一都不壞 永遠是你 還用個錢花布帳篷吧 我拿我這頭命給你滾 我給你滾 你滾 你滾 你滾高麗帶就滾三萬 我一個人工資產500 你還是讓我滿足你去死吧 媽媽你不讓我死啊 媽媽你不讓我死啊 小林 媽媽你別財我小林再也不吃了 你再給我拿500塊錢 這… 媽媽 再給我拿500塊錢 說話 說話啊你 呀 未必 我知道我以前不是人 我聽你在跟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讓你們過上好日子 這樣的話你說跟我不說呀 你我一次做到的 真好 你混蛋 未必 我知道 我對不起你們 是我孩子 警察 我們離婚了 未必 再跟我一次機會你再相信我 我這次真的不一樣了未未 你是願我們不願意去死吧 這絕對不會 我絕對不會讓你們再受到傷害 相信我啊你相信我你相信我 我為人 你相信我好不好 魏魏 走開 那你你相信我好不好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 我 我小舅子 我告訴你 趕緊跟我姐離婚 別耽誤我姐家裡猜人 走吧 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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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威威 你把威威和我的孩子照顧好 我過兩天去接她 你又不著你管 警告你 下次來的時候帶人離婚協議 可非 好的 好 好的 好的 好 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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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進去和包哥說 進去可以 進去可以從這裝過去的 得到人數幾號人 兄弟 你這麼做什麼過分 我就是欺負你 既然是要犯 就要有一個乞丐的要素 讓開 乾嘛 啊 我要和你做生意 跟我談生意的 不是 你又讓你本賬不賠賣賣 小子 你我怎麼罵 不過呢 你今天怎麼這樣怎麼出錢 你再借我一千塊錢 一個月以後 加上值錢的三萬 我一起還給你 好 我給你了 不過呢 一個月後呢你得還我 四萬拿錢哈哈哈哈哈哈 這咯你呀 還有條件 還不上我錢的話 你這媳婦 歸我 那個娘媽呀我老喜歡了 你的媽媽 得好好的調教調教 理由呢 脫了褲子 把了一 講那道一個 二 哎 不過如果我按時把錢還了 到時候你跪下 給我媳婦道歉 滾 住手 哎 這個廢國人員的手管宣誓 這小子敢騙我的錢 今天我不打死他我不信我夠 他現在多少錢 200 滾 難道 以後別再騙他 上一世 方案為了救我 被人打死了 豪哥 你什麼時候這麼能打了 這不做呀 現在 咱們就有錢生錢 不會就是這吧 可再別做夢了 這不可能 萬一呢 豪哥 誰撞哪兒呢 我都拿來 沒了 哎 沒了 你找找 看清楚了這是誰的地盤 找打的是你們吧 快上 啊 啊 哥中了 一萬塊 撕了對不了 你撕壞了我的材料 那該對的獎 由你來處 同意嗎 我同意 同意 我處 豪哥 這錢來的真快 你拿著錢 明天去把市場 紅龍蝦都收 你要幹嘛啊 哥 明天 賣給瘋狂大酒店 兩位是不是走錯地方了 我們這兒是五星期大酒店 不是什麼人都能來的 哎你這話說的 瞧不起人啊 我們倆是來賣龍蝦的 就你們這事打扮 都買不起一只紅龍蝦 小鬧事找錯地方 把你們的經理叫做 誰找我 他們倆紅角蠻纏 裝賣給咱們紅龍蝦 我們酒店今天確實有大學 需要一百塊 但是這天正好 不算是不需要 同意的 說不定就要了 經理 咱們一定那些紅龍蝦 全死了 你賣的龍蝦多錢一只 三百一只 我給你兩百一只 現在就要 三百一只 我們這裡有一百零二 小伙子 勇氣購強 算計到我頭上來 現在離夜會開啟三個小時 去市場買來的幾個 一百只紅龍蝦 只有我鳳凰大酒店的小伙子 今天我這所有的紅龍蝦 我只賣給你們鳳凰大酒店 經理啊 海鮮上的紅龍蝦都沒了 什麼 三百一只 不要 現在漲價 三百五 現在漲價 三百五一只 你是不是覺得我很開心啊 五星級大酒店了不起 狗眼看著你 你這麼稱呼 陳昊很好 既然你啊 紅龍蝦 我要你 這是什麼呀 還怎麼說 我來這邊 我怎麼夢到 你也不滿笑的 雖先生 你們我要用剩下的錢 去賺更多的錢 就當你給我投資了 那誰要誰要我不要 拿著 我去看看你嫂子好了 哭哭哭就知道後 沒有知識 媽 孩子還小呢還不懂事 你懂事那去過休息啊 明天要待在家裡 說得好 我跟陳昊還沒有離婚呢 你沒離婚你現在離呀 你跟著他蠢貨 還只要人跟他保留 你讓我想一想 你就有時間考慮 你也有時間累了 你不嫁給一個有錢的 你弟 你來什麼買房 你有什麼機會 你讓我來 不是 你讓我去 我去 我真的看你 离婚 沒再傳來 不可能和魏魏離婚的 不離婚就 別跟我們招下的門 你要是個男人就別再傳來的門 以他的條件可以找一個更好的 魏魏我這裡有三萬塊錢 雖然我不能馬上給你 但是你等我還了債 我可以賺更多的錢 哎呦 他媽僧了 我看你那三百都沒有 你太讓我失望了 你哪來這些錢 是不是又是借高利貸了 魏魏 你小心我 這些錢 絕對是憑本事賺錢 你不信你可以去問問方案 方案 那跟你一樣的不能費嗎 說我可以不要吃了我兄弟 你不必找我吧 你倆就是一個窩的狗東西 沒錯吧 啊你不是想打我嗎 你看你這樣來來來 借你看你來他打我來往這兒走 打 你滾你滾我想我想看到你滾 不許走 門都沒有 點這兒咱們去 今天必須寫 不簽不去走 來 我是絕對 我會和魏魏離婚的 廢 放開 幾天以後 我來接你和孩子 你 你把去過相親 要不然帶著你小兔仔子 我滾出去 我就是跑來 想不去 我要去 小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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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會怎麼更好的 姐 我估计一下 你不会真的以为 陈浩能对我他还能翻身吧 你还给我换衣服 提相机 让你找人有钱的 还能害得你不成 都别说了 我现在在这收拾高兴 发作就做了 你用本事给我跟进去 永远给我的 妈 你让我姐发作就做 我没有猜力 我拿什么买买买买买买车 提什么 不然他说几天活 他那贴我的吗 你这死丫头 我这几十年就白活了嗯 嘿嘿 师傅 去低价国际 三万块钱 房子肯定买不起 但买一个车库 应该够富首富了 很快 那里就会变成学区房 和地铁房 我 有点渴 能给我倒杯水吗 厕所的水龙头里有水 随便喝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来应聘保安的吧 您招马 也看看这什么地方 什么阿卜阿狗都能够的 说谁呢 我又没有指名道姓 你自己不要往身上贴 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是卡里扫 我要买一个车库 首富够不够 够了够了 三万的首富 您这边请不必 我这个阿卜阿狗啊 也不配让你服 你把你经理救来 您别生气啊先生 我看您穿的 实在没往我车位上面想 既然买车库 肯定是有车的 有车能没有房吗 以貌群 可真是个好消息 先生您别生气啊 我们去VIP宝在里边说吧 我给您好好介绍一下 我的服务很好的 我倒要看看 你想耍什么花样 先生 您别生气了 你看我们做销售的 也不容易 你看 我丝袜都破了 哥哥你这么帅的 我服务很好的 只要你满意啊 我做什么都可以 哎呀 哥哥你弄疼我了 嘿 是 不着急办 先把车顾旋了 怎么样 好的 你的服务非常的好 把你们经理交给 我要特地 表扬一下你 好的哥哥 您好 您好 陈先生 感谢您对我们地甲国际 和瘦罗小姐服务的认可 地甲国际呢 是高档小区 我自然是认可的 这位瘦罗小姐 从我一进门的时候就说我穿的破 还说我什么阿猫阿狗 最后还想在这里色诱我 你们地甲国际 就是这种服务态度 陈先生 哦 贱人 你想出去卖 有的是地方 别在这里恶心人 现在走人 这样的服务你还满意吗 你们这的房子也不错 我应该很快就能在这里买房 我受意外 八年过后 地甲国际墙成为市区最上来的路牌 陈昊我滚出来 还没到还钱是不是 你就带人放我家 不合适吧 根本还钱老子说了算 听说你发起横财 交 谁和你说的 听说陈昊欠了你这钱 他骗个人自然派 不过我是你的 可以 可以 你拿我当枪使 小子 是在这边 说什么废话 要不还钱 要不回你家给砸 我是赚你 但是我现在就拿去投资了 你放屁 他把找狗使用投资投资 投资投资 还钱 还钱 杀 谁跟你说我赚钱呢 哥 抢不要了行吧 我没那么多耐心 谁跟你说的 啊 潜意 酒店店的潜意 骗拿钱了 他不甘心 我告诉你 我没骗拿钱 带着你的人 滚 潜意 都是我小看你了 我们酒店今天的红龙虾可没死 把你们经理给我叫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经理是你想叫就能叫的 他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 哈 是哪个宠客敢在我混淌大酒店撒业 臭妖怪那不要来大了欠子 你还敢来 嘴巴放干净点啊 我行的正做的直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把红龙虾卖给你们举遍 那是我的本事 你来杀就死 你我是傻子 如果你觉得我在捣 你那可以抱紧 但是如果你在我背后使喊就 送不了 如果你们相信 你那可以试试 给我打到他的腿 要被我出 你想干啥 我告诉你 你敢动我我马上报警 报 是你先找的人打着我 我最多算正当防卫 你想怎么样 我只是想你 别惹我 你给我等着 我看能狂多久 我还要穿靠一套胳膊一套腿 不够开个价 穿过了狗东西 很大 不过 他拿钱买在地价格际的仓库 到时候还不上钱 有他好事 这个仓库 还不上钱 啊他媳妇 都归我们了 到时候 带你去滑一滑 哎 他媳妇 很不成功 哎姐 听说了吗 现在地价国进的这个小区都赚大发了 哎呀 听说了 那地方现在成终点学区坊了 还要建地铁 可惜就是那会我没钱 就是要不然买个车位 现在都搬了好几班了 现在有钱都排队卖 微微 小美 等着我收了钱 去借你们回家 几块钱的饭给他们一百块钱 傻逼吧 黄总 车库真的没有位置了 如果这边有人要卖 我这边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我在这儿等等吗 万一有人要卖 反正又不差钱吗 我卖 陈先生 兄弟 开个家 你们现在的车口什么价格呀 您这边的位置是最好的 现在的价格 估计18万 不要说了 我出20万 我马上转账 签合同 请教 20万 2万的贷款 包哥的4万 再给方安4万 剩下10万 可以考虑下一件事了 方安师 我说22万 我说22万 是张飞舟啊 好意思啊 你来往啊 我已经和这位兄弟打争协议了 王达 合同都没签呢 好来的协议 那我就出23万 24万 26万 30万 二位都别争了 听我说一句 能看出来你们二位是认识的 但是没必要因为这个伤了和气 兄弟 这是我名片 这公司名有点耳熟 微微所在的公司 应该是的 我没有名片 陈浩 小呆 实相 把车库卖给我 你就是再没见识 张安国总听说过吧 那是我爸 张飞舟 没错 张飞舟是吧 他对我说话不可及 那我也不介意打你的脸 张家少爷 你车库是吧 我愿意卖给谁 就愿意卖给谁 我现在看你不顺 所以呢 所以呢不管你出嫁多什么 我都不信 我再给你几秒钟时间啊 好好考虑考虑 我已经考虑好了 小子 跟我作为不想混了 哎 从现在开始 这位兄弟就是我的朋友 你要动他 试试啊 小贼 给我记住了 你会千万别在老子手里 张飞舟 再来热我 让你们张氏集团 亲家的董产 走 我得请你吃顿饭 哎 方总我还有事 咱们改变哪一个 微月在他公司上班的事 我还是先不说 免得让他觉得 我是故意和他大审的 那也行 张家那个败家玩意儿 要是为难你 名片上有我的电话 拿给我 好行 那我走啊 先去买钱手机 让我借薇薇和孩子回家 没电话签还给你妈 让他给我写的 挥一下身子 不是你也要拿着好 啊 好死 妈 妈 是我 薇薇 哎呦 我还以为是谁家的大小姐呢 还认识我这个妈呀 姐 想通了 你也老是以为自己是鼓鼓 非呀越是闲 你赶紧上去 他得给我扔我摆个房子 拖的月酒到时候来首付都出不息了 你咋不撞男强迫背头呢 姐姐这不说好了 我说的不对 妈你干嘛动我 爸 妈呀 我 我想问你们借点钱 哎呀 好啊 我就说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梵天是为了那个废物还赌债 我不是为了他还赌债 是公司对我有惩罚 我不是为了这个辣椅 你还骗我妈 妈 我真的不是骗你 我我求你 你能借我三万块钱吗 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个功课 我我求求你 我我我我我我求求你 我拿着你把握 你不能救我这 去 给你出这边的甜甜 不要走自己吃吧 我们享受不起 想借钱 你会随意拿来 你 我 要 你 把握 你 我 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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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哎 你是倉眼你没事就拉我家 蒙蒙蒙蒙蒙蒙 哎 这不是给你的 维币呢 维维 你还有点问搬走了 维维和孩子搬哪去了 你还好意思问 维维为了给你还祝赛 骗我们说公司罚他三万 问我们要钱 那个没良心的 个不知王外坏 他住哪里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反正你现在下楼去追还来得及 赶紧下楼来不及了喽 别过来你们要干什么别过来哎 你妈又借我钱了 她说还不上 用你来比赛 我跟她已经快离婚了 没有什么事去找她 跟我们关系 还没有离吗 我这个钱啊 那个废话肯定还不上的 你呀 早晚是我的 不如趁现在 啊 哥叫你 什么事 求求你们放过我 钱我一定还 哈哈哈哈 别踪扎了 跟着我吃香了 喝完了不好吗 妈的 给两个是吧 哥正天 不要把你扳了 哈哈 你把蛋 呀 我说过我会按时换钱 你还敢扫罗我媳妇 这钱你 还不上 那女人当时是我的 别以为你能打我 我怕一样 谁说我还不上 我现在就把钱给你 快还呀 四万块 一分不少 这鸡鱼啊 你哪来这么多钱 贝贝 我前几天 买了地价国籍的车 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玄序房 价值翻了好几倍 可以啊 这钱是真的呀 小子 你怎么够学院了呀 行咱们在 学不休了 走 别给我装填一个 给我下威威道歉 陈浩 别过分了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人 当时怎么说的 现在就给我怎么做 哈哈哈 小子 你说对 行 我也不安一眼了 我没时间跟你耗下去 你过来现在立刻 道歉 小子 我错了 我 我错了 三毛天 这 你就扔我 我错了 过来 哎 快 贝贝 你没事吧 啊 没头伤吧 我以为你真的穿过自己 没想到你还是这样 我关了 我受不了 贝贝 不是的我已经改了 我现在所有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让你和孩子生活的更好 你借高丽带去买车库 有没有想过 如果不穿 赔了怎么办 不会的我这有把握的 你有什么把握 会不现实吗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们无语好不好 我求你了 贝贝 我刚才去你家找你 妈说你在公司是不是收到了什么货币 被罚了款 我现在有钱了 我可以帮你交罚款 不用你管 这事与你无关 我求你 我求你放过我 我求你 你放过我 就这样的最大好 贝贝 对不起 是我以前把你伤得太深了 没关系 我会重新把你追回来 公司罚款 我得打听清楚 喂 喂 杰哥 杰哥的小哥先来门了 地价估计 涨价了 之前封锁没露出来呀 好我知道了 好好 好 我看你能不能让我抢 等等 拿着 你的分口 哥 我啥也没做 这 这钱我拿着有块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跟我还客气什么 以后哥带你赚大钱 再说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 还得需要你和我一起 啊 做什么 水果烙 好 等明天我去你嫂子公司 把他的事情解决了 咱俩回头就研究这个水果烙 胖哥 水果我知道了 这水果烙是个啥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现在这个时期 只有沿海城市 刚刚出现零星的水果烙 还没形成产业规模 正是入场的最佳时 好 你好 我是赵薇薇的爱人 我想问一下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 家暴男 当老婆孩子 薇薇姐怎么会嫁给你 这样一个败脸 我知道我之前是很对不起薇薇 你把薇薇叫出来一下好吗 真不要脸 别在这呆 还在公司里犯了什么事情 我得知道 你这腿务来干什么 这边放干净点啊 嘿 就你这种人 骂你都是抬举你 你好 我是赵薇薇的弟弟 我来给我姐交三万块罚款 看来薇薇被公司处罚是真的 那赵家 会好心帮他交罚款 我问一下啊 我以为是 因为什么原因被罚款 哎 你有毛关系 我说你这个人你干嘛 嗨 薇薇姐已经在办公室里面等你了 这你 哎 你干什么 你你你放心啊 我就是想把事情了解清楚 让他进来吧 正好一会跟我姐去办离婚手续 还是吧 我弟弟马上就来送钱 我等下就去财务交罚款 给您汇报一声 薇薇啊 这个罚罚罚款的事 你也为了他最佣 韩主管 请您自作 你 你像是说 家里是顶你钱 让你去乡亲 韩主管 还没有离婚 我有丈夫 我不建议 哎 薇薇 只要你跟着我 罚款我去替你交 你也不用去相亲了 韩主管 你再这样我要喊人了 自己跟你中什么情况 你喊啊 喊了人我就说你不赢了 让你在这个房子待着想去 哈哈哈 啊 救你我大死 他妈是谁啊 你那赵薇薇 为供应我 想要借此商量 有胆你再我说一遍 你来干嘛呀 别跟我停了赶紧走 我在这 没有人能可以欺负你 我今天来公司就进交罚款的 再说 我是你是这样子的 保护你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哟 原来是那个吃晚饭靠女人养的寄生虫啊 怎么 小熊就回来了 哎呀 你干嘛呀 我不用你教 有人替我教 赵家替你教他们 什么图什么呀 他们的图不就是想让你和我离婚 然后把你卖了嫁给一个酒钱人吗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与你无关 听到你有努力 我姐现在不需要 他老天和脸在这干嘛 我打个电话 打电话 摇人啊 来来来来吧 我看你能求来哪队的事 一个能让你滚蛋的人 让我滚 这个公司除了我们老板我最定 有本事把男人求过来如你所远 喂黄总 请你过来一趟 你看你一会怎么生成 如果黄总不来 我请你去吃老大 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敢骚扰我心 你以为我会放婚点 张浩兄弟 张浩兄弟 黄总 黄总你那个张浩 我张晓是向你汇报的 这个赵薇薇不交罚款 还是不是勾引我 还让他正白的公司弄事 黄总你什么 老人 当我傻 张浩兄弟 薇薇是弟妹啊 看着什么 我之前也不知道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黄总 都是我会 都是我会 这个 赵薇薇的罚款 我叫 我叫 什么罚款 老子进水啊 你看我这 又没罚款 哪来的罚款啊 哎 这个 赵薇薇是咱们公司优秀的员工 大家学习的榜样 没法 没法 公司项目的损失 确实是我的失误 这个惩罚 我认 就像薇薇刚才说的 确实是薇薇的原因 给咱们公司造成了损失 这笔罚款 我们必须要抢 不然你以后怎么管理公司啊 兄弟 我又知道 你是个讲究人 但是 如果有人诬陷 陷害我们家薇薇 那我想王总应该也不会秀 这方官吧 好想我 闭嘴 郑兄弟 这个事情我会延长的 如果情况属实 我立刻你问问问 想见 王总 天成健康的合作 已经彻底交定 他们想要今天跟我签一个 普通合作 你看 好也没什么 我这边不签个合作 你等我 天成健康 这不是产品成为参加 马上就暴力了那个企业吗 王总 和天成健康的合作 我觉得您可以 在心中 好 怎么说 王总 您别听他下说 什么都懂 是啊 王总 这个天成健康是 咱们这个行业的枪数 多少人想 和他们合作 咱们公司 费了902虎之力 才能达到的合作 你不要听这个外面的蠢货 别别怕骗了 我告诉你你就是蠢货 你现在马上给我程号兄弟道歉 对不起 你觉得 我们跟天成健康的合作 不合适 天成健康的产品 你们眼测报 我们既然要给他们做推广 他们产品我们是有了解的 他们所有的样品都有寄过来 而且附带有点子报告 我觉得他们的酱品 你们检测肯定没有问题 我建议黄总 你们去市场上买一些 然后再到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一下 再看看结果 你是把一汤拉扎 首先走去 我看到了 天成健康这么大的公司 他们这么做 为了什么利益寻心 偷工减料 本来也不容易发现的 但天成健康 把其中一个成分换了 结果吃出了人命 黄总 那这个签议仪是 我想起 我想起 陈浩兄弟 冒昧的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怀疑他们的产品造假 直觉 不要 行 陈浩兄弟 这个事 我还得考虑一下 那我先去帮薇薇叫他管 来 黄总 黄总 我先去把你打碗叫 等我 我去叫 姐 你怎么答应咱妈 薇薇 我钱可是借给你了 你得答应我去相亲 姐 意外自然平起啊 听你妈的话 赵夕 你先回去吧 钱暂时不用了 妈说的没错 你就是蠢 薇薇 薇薇 天成健康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他们产品有问题 如果你当富有了 我们现在就去办理会 薇薇 我一直是怪事和你解决不行 你知不知道 如果他们的产品没问题的话 你才让人带不下去 那你就辞职 我让你 我可不 薇薇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改变 让你真心实意的 重新接受 总经理 和天成健康预定的天员时间要到了 我老 天成健康的产品是英零问题 而且赵夕的老公他就是个窝囊费 赵夕的老公 这个全国公司的人都知道 三十万我现在就给你转账 收好的二十万 就完这个家来 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就说我身体不舒服 签约延迟 然后去市场上把他们所有的产品买来 送去检测 好总经理我这就去办 至于你 停止接受调查 你要是真敢干了那就是我说事 你现在就给我滚 一边的叶花 你这小财 你这不这么早就回来了 你再去通知一下你姐 明天安法去相亲 我呀 时间都给他安排好了 虽然那个男的呀比他大二十多岁 再去 我别提了 我遇到陈昊那个混蛋 你们知道他从哪前来的上来 居然帮我姐叫着罚子 是那一魂不散的东西 人家提死 朋友 这把人都赚大钱 别小瞧这个东西啊 这把人也绝了呀 嘿嘿 好吃吧 嗯 我跟你说 这么多水果在一起能不好吃吗 嗯 除了风天过节谁都买这么多水果 咱们呢就满足他们的心理 而且 价格还不够 你要变了哥 你咋想到的 哎 少拍马屁赶紧洗手帮吧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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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的水果捞呀都来尝一下 豪哥 餐子咋了 咋赢呀咋 我打不过你打呀 不等气息 水果捞呀都来尝一下 开业大叔比五块钱买一盒送一盒 都来来来来来尝一下来来来 刚才一盒啊 这钱买一送一 你得刚才一盒 我得大了 没问题 对对对对对 来来谢谢 我先拿两盒 我都把这盒打一盒 我们这叫水果了 又好吃是又健康 是肯定水果在一起 您拿点啊 好好好 来来来 赢的 好好好 谢谢谢谢谢谢 来来 好嘞 好嘞 豪哥 你这么吃不饭 我一算怎么今天吃 快快 咱是不是该坏个大点的菜 你瞧你这条出息 咱们今天出塌是干嘛 主要是看市场上的反应 我们真正的目的 开连锁店啊 那那得很多钱吗 咱这点钱不吗 这些钱当然不够了 不过你别着急 我们很快就会有合估 行不行 哈哈哈 算算时间 如果黄达那边听进去我说的话 应该会去购买市场上的产品去检测 结果也该出来 咱们收拾不了哈 原本收拾 哎呀 咱们收拾好 给自己list isso 你明白 当你需要 clockwise 您不用之前 哦 这啊 好 先 PK 你老公现在街上卖水果捞了 他说可赚钱了 水果捞 对啊 你不知道 一天能赚好几百呢 听别人瞎说 卖个水果能赚多少钱 哎呀 老公就你去看看吧 哎呀 我听说真的 一天就不听了 我跟他一天把水果捞 而且我听说也特别说不老 你看 你去吧 我不去了 哎呀我们就去看看吧 你要不吃的话我就买不到 行吗 行吧 一天赚的和我一个月工资差不多 不是真的吗 大家都不要买他水果呀 大家都不要买他水果呀 我朋友吃了他水果捞中毒了 小鼻子跟我道 大家快来看看我朋友吃了他水果捞中毒了 大家都不要买他水果 一个黑心的老板 我跟你拼了 你干啥 这样有多人吃了都没事 为什么救他中毒了 陈浩你愣着干嘛 等会出院命我快走医院去 不是 没什么事 喂喂放心吧 他死不了 安人 把他送去 我玩剩下的霸心 在我面前耍大浩 还有没有钱里啊 有没有王法呀 我说我真把他送到医院了 岂不是坐直到他中毒的摇印 我这生意还怎么干 说吧 这局是你们来的 你带你去上 就是他们 专门在我这近范围变质水果 这人车能不中毒吗 你帮你压的狗兽屁 我们的水果都是尽调继选的 我看你是欠杂我 你去找警察 你去找给我 去 去 你们不是想要交代吗 都别走啊 我等会给你们个交代 我送他去医院 听你们这眼睛 还想坏我谁 你小子放聪明点 把我扣出来 尸膀蹬着走 把我扣除我 是sa 撤入我的船 你怎么会进去 对 我这个人 我帮你出发 嗯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开笑吗 哎 我这里还有记住一宿号 今天就算是我们家威威请客 都带回去吧 那怎么好意思呢 我给钱吧 不用 就算是感谢你们天生的微微的照顾 天生健康产品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有什么问题 天生健康的主打产品 它是用液脂材料所代替的 如果长期服用的话会有不良副作用 好你个天生健康 这可是健康产品业的翘楚啊 王总如果不签补充合同的话 我们可能会设计领约 需要陪你给预约级 那我们需不需要提前食物餐的 先去买补充 记住王总 这样子你们先上楼 等会我把水果包给你吃 等会我把水果包给你吃 喂黄总 哎 嘿嘿 陈浩兄弟 你真是识人 这天生健康的产品还真有问题 这胖孙子 黄总的公司没说见点就好 陈浩兄弟 我意思看你方便吧 我想去找你 还有点事想向你请教 刚好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 这样 等会我呢送上一份水果捞给你尝尝 哦好好好 那你上来一会我再往后接你 好嘞黄总 好嘞黄总 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啊哈哈哈哈来里面瞧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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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喝酒啊 陈修行 黄总看起来 哎 怎么没见韩顾吗 嗨 是这怕歪的东西擦锅了 陈修 你从这事啊 没感谢你 要不是你提醒我 有这天就暴雷了 我这干嘛现在都就手当其冲啊 我也就是提个醒 如果黄总你不够谨慎的话 那也是没用的 不知道黄总 接下来有什么想法 如果我不起诉他 我就得别北京 钱或是有 那我妈要跟他这口气啊 现在天成集团还是一棵大树 你们如果起诉他们 很可能起到反笑 甚至可能会惹了一身心 那陈修行你的意思是 我建议黄总 正常给违约金 等到天成集团出事之后 你再起诉他 我想到时候你得到的 肯定会远远高于违约金的价值 你这不起诉的 我得好好感谢 我让秘书已经定位了 咱们就往地面 就去吃个饭 那我就攻击不如从命了 我让你去看 冤家路窄啊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遇到那个潜意 怎么了陈修 没事 啊 陈修 别担心 我爸开了 哈哈哈哈 今天咱们就放开了找啊 好好的给老板上一 陈修 来上坐啊 哎呦 来来来别客气 呗呗坐 这儿的服务员都不认识你吗 哦 嘿嘿嘿 我爸是想让我继承他的家业 但是我呢就想自己床丑 所以啊他旗下这些餐饮啊 我很少设备 挺有志气 看来我没有选错人 陈修 维维 想吃什么静馆点 好 超贵的点 先去给秀业 来 伯伯 哎 你不最爱吃这个五香酱牛肉吗 哎 不会 点一个五香 这菜都太贵了 我跟你说 你灯上个优质点 你什么东西 伯伯 我跟你说 我能给他的 别说是一顿饭 就是一千顿一万顿 也比不上 吹牛会死 我从不吹牛 好选择 竟然敢来这里吃饭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嗯 你先去忙吧过来 陈经理 你这是要亲自为我们供吗 没错 顺便我提醒一下 二位刚才点了餐 酒店并并都没了 那你们酒店有什么 同事 陈修 我觉得这里可能不太欢迎 要不我跟黄总说一下 我们先走吧 对不对 一个跳梁小丑 你怕他干什么 我们今天哪也不去 就在这吃 陈经理 如果你乖乖道歉的话 可能事情还有晚会的决定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给你道歉 行 先吃一口你吐到口水 然后我再让人 生一种海星大餐 算我请客 呗 说谁算什么东西 哎呦 大少爷 您这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准备准备吧 哦 我现在到这来吃饭 还得陈家跟你说一声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还不可滚 我们大少爷来了 今天必须 你说什么呢你 这位是我今天请的会客 什么说话 经理不想干吗 大少爷 你你认识这个废物 你说谁废物啊 大少爷 您可能不知道 前段时间他捣鬼 把黄龙峡高价卖到我们酒店 今天没水果了 用坏的水果 把别人吃中毒了 哦 前经理 不打自招了吧 原来幕后 迟人去我摊位捣乱的是你啊 放弃 这个疯狗 别证就别乱咬 那你说我把红龙虾卖给你们酒店 你说我骗人 你有证据吗 是红龙虾大小不够还是品质不行啊 黄总 我的水果捞今天你也吃了 味道很甜 很甜 水果新鲜不新鲜 新鲜新鲜 陈兄 今天的事情我都看在眼里了 这位你要怎么处罚 任由你我绝不拦着 前经理如果你不服 咱们现在就去警局对职 我相信那三个人 还在里面关着呢 敢不敢 陈先生 我勾研看人家 你打人不及小人过 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我知道错了 陈浩 那个前经理家都道歉 有的狗 一辈子改不了事实 大少爷 收拾东西 马上给我滚 好兄弟 看着石头 小杀去 小杀去啊 别耽误咱们吃饭啊 不用理想咱们心情 那个 黄总 您就这样把前经理开除了 会不会给你惹麻烦呀 这只臭虫 你留着只会祸害黄家 我还得谢谢陈兄呢 啊 今天要帮我清理垃圾了 我写忘了 您得给我做主 听说黄干他小子 把你开了 大少爷为人蒙蔽了 都是陈浩 那个乱狗狗把大少爷给骗了 陈浩是谁 没有听过这话什么 他就是不欠的小蚂蚁 之前 这高临队差点把媳妇搭进去了 后来做什么隔水 搞磕门乖骗 还完了债 要不然早就被人弄死了 他怎么会和这段在一起 我觉得大少爷肯定是没人就这样跟面我 陈浩 你以为有黄达成交就能高展无忧了吗 我接董事长这时候弄死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好 董事长 那大少爷来见您 你暗中调查一下那个称号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何其人 请出梦 我从前真得看看 这纸的想法 那前经理呢 调查清楚了 如果前一人能做了什么惯心事 路马高高 陈兄 你刚刚说水果捞那个事啊 我是很看好 只剩下的开20家连锁店 这个不可有点太大 王总 您别听他瞎说 他就摆个小摊还行 想着开连锁店 是人说梦呢 哎 贵贵 我还是那句话 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 陈兄这个项目 我是要投的啊 王总 水果捞连锁店呢 并非是不可复制的 谁都可以做 但是咱们呢 一定要快速的建立市场 把这个品牌效应打上去 才能长久的经营下去 你的眼光图到 我是相信你的 只是这个资金 要不我去找我爸要点 完全不用 王总 你先去处理 天成健康的事 20万 我要把它变成 200万 你疯了 这话怎么敢说 未未 你相信我 我能做到 陈兄 这是你说的啊 20万 给我两天时间 我到时候联系你 黄达那个蠢货 不是已经跟天成健康 签合同了吗 为什么毁约 正少 是陈昊 陈昊提醒黄达 自己去买产品检验的 这个垃圾 天成健康的产品造假 连他们自己董事会 都没解释 知道 陈昊确实没什么背景 以前就是个 不学无数的混子 不知道怎么就走了狗屎院 没这么简单 给我盯紧着点 韩阳那条狗 不是让黄达给开了吗 好好利用 我让韩阳盯着呢 陈昊和黄达 最近可能又有幸福 咱到这儿是干嘛 收废品 收废品 收废品是能赚那钱 但就咱那二十万 这下来最多赚个两万了不起 黄总 废品是不值钱 但是值钱的是它里面的零部件 有些东西国内现在都无法生产 咱们把它拆除单独卖 运气好能赚不少钱呢 一语点醒梦中人 不愧是我陈兄 几年后 倒卖非钢费解升行 确实发达了一批人 但极少有人想到 要卖关键零部件 白下了不少好东西 哎牛长长 这一个他妈多大能卖 捡个人吃垃圾 真他妈会气 好嘴 几十万买这些个废品 这真的赚大钱 我刚才看了一圈 确实有不少好东西 但是呢 最终的结果 还是要等黄总找人把他拆开 哎 这事包我身上了 我现在就安排啊 先上车 微微来这里做什么 黄总 您先走 这不是逢年过节的吃什么饭呀 我咱们一家人什么好几个要吃 姐你你坐这儿 这位是 长得确实不错 身材也不错 你好 我叫齐丽 齐丽 就比你大了四岁 外企高管年薪一百万 我叫齐丽 这主要 你打着灯了都走不来 齐先生 请你放手 我有老公 你的情况 我都了解了 你不嫌弃 等你离婚了 我们马上就可以办你婚了 你做梦 哎呀姐 你别不知代局 人家齐先生比陈总的废 我千里买的 真的啊 我放开来 我捡的上去你这 哎呀 我说威威的老公 我不想看到你 滚 要毁的是你 要不是你不离婚 他能当老天赛 妈 我不是说过吗 我已经改了 过去那个秦首古书的 我已经死了 别以为你替威威叫了法款 我们就能认识的啊 你欠我们的欠威威的 像威威这样的美貌女子 你好意思让她们 你受求一辈子 我会让威威过上好日子的 但是不需要你来操心啊 威威 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但你的事我很了解 只要你一句话 我就可以让你脱离苦海 你的家人 都可以过上富足的事 威威 琪丽这孩子不错 别犯傻 好不用说了 我是他妈我做主 现在就和陈豪临婚 直接给琪丽临证 这是十万块钱 马上和威威办理离婚 这钱的就是你 别说是十万块 你就是一万万一千万 你比不上威威的一根头发丝 算了你了 威威是我们的女儿 她的婚事我们说老子 你还知道威威是女儿 你的女儿啊 你们 是威威的家人 我可以不和你们计较 但是不要触碰到我的底线 说大话 谁 叔叔 阿姨啊 如果威威现在跟了我 我立刻给你们五十万的彩礼 哎呀 我未来的女婿 你真好 不像某人 想在你东西要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好 我答应你三个月之内 我给你们一百万 你成什么能啊 我不在乎这些 总包我想在这 许多姓成的说话算数 你要是到时间一百万拿不出来怎么办 我如果到时候拿不出来 我就不再缠着威威 是离婚还是继续和我在一起 全凭她自己的选择 到时候钱拿不出来 立马给我滚蛋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来来走 别搞错 不自我见语 打你 姐夫 未来姐夫 未来姐夫 未来这女婿 别给那个流氓一半见识 你一百万呀 陈昊的重货 他根本拿不出来 你耐心分败 三个月 你就是你妻子了 小姐 给我玩欲情故纵吧 你到老手 玩够了 再把你弄垃圾甩了 陈昊 对不起啊 我今天实在是不知道 我妈今天是让我来相亲的 而且我跟那个人真的是第一次见 哎你干嘛呀 阿芳还在呢 嫂子 我什么也没听到 不不 什么也没看到 未未 想起我 三个月之内 我一定赚够一百万给你 是程先生吧 我们董事长有请 你们董事长是谁啊 黄远强 嗯 董事长 又是个狗东西 大帅也耍得多安卡转 一定不能放过他 我耍什么了 你不要以为这是董事长办公室 我就不敢揍你 你个傻子 你知道坐在你面前的是谁吗 随便是手都捏你一下 你就死定了 黄董事长 你找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你最近和我儿子走得很近 黄达为人仗义 说不开 我们是朋友 我说 他是故意靠近大社业的 一定有所企图 你这是个大帅子 姚秘书 不是在什么东西 就凭几句谎话 就是让我董事长替你出头 董事长 看在你为鸡腾工作多年的情分上 我今天不归咎你的责任 老婆死的 不是他一个人 找俺们不是个死的一套吗 相信他还愿意接到 看我怎么报复你 哈哈哈 王董事长 你现在找我过来 不是为了让我看这出戏吗 我 我 年轻人有野心很正常 我也不反对你和王大教 不过 我善意的提醒你 别做出戈的事 不然你的下场 比前进要参一百倍 王董事长你放心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你儿子的资产 可能就会超过你了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如果我没记错 王远强应该是死于三年后 因为能够成了一颗流 他跑了神经 当场运到从台阶上滚了下去 我不知道 黄董事长您有没有头疼的这个 我建议你 去做一个老步的学美检查 放肆 你的意思怎么总是让脑子有问题 我完全没有讽刺黄董事长的意思 再说做个检查 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吧 走 董事长 程浩这小子无礼 要不要给他家人教训 我最近 确实偶尔 感觉头疼 上次提醒是什么时候 那是四个月以前 脑部CT做了 没有 约一下 好的 这些店铺 安子 咱们看上的这些店铺 你提前联系一下 把定金脚 房子定下来 哎 博哥 有个事我不明白了 王总那边还没给消息呢 咱就选地方交定金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气贵了 错了 哎对了 我让你招聘店长和管理人员 有人应聘吗 俺们还在明天上午了 有不少人呢 低于 等待着 三个月 有不少人 对 走 那 陳浩 真的是你啊 浩哥你認識他 爸王鴻是我的出租同學 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沒想到最後 我說他把我害死 既然是同學那就好了這樣 回去等同志哎好謝謝謝謝 我看這王鴻雖然說中專名畢業 那他學的是企業管理啊 這可比咱倆專業 對他很聰明 如果咱們的水果勞連鎖店交給他管理的話 會發生的問題 那再錄用他 你倆不會有啥過癡 我看他一出現你這情緒你會這樣 沒有過癡 至於錄不錄用他 你讓我再想想 黃蜂殺我 是30年後 現在的他 確實和我沒有任何過節 行浩哥今天面試就結束了 來去喝一杯 好走 陳浩我媽生病住院了 我真的很需要這段工作 我求你幫幫我求求你了 接起來 天使我曾送你 喂 黃總 陳秀 咱們買了費鋼費鐵 你才賣了多少錢 兩百萬十九的呀 今天就是給陳浩當孫子 我也要拿下這個管理稿 兩百五十萬 真是神啊 照什麼照下去 咱倆不得報告 黃總 咱們只是運氣好 如果咱們只是賣的費鋼 其實賺不得多少錢 是 現在錢既然有了 咱們水果撈連鎖店就得搞起來了 店面地址 人呢 也照片的差不多了 咱們二十家的連鎖店 馬上就能開起來 行 等我瞧見 阿姨最必須要多少錢 就當公司提前借給你 明天開始就這賺完 謝謝謝謝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經營咱們的連鎖店 再給你一次機會 希望不要讓我失望 那陳浩和黃達買了一堆費鋼爛錢 居然還買了一個好價錢 你說邪門不邪門 那鋼鐵廠老闆就好像當傻子了 把這消息告訴他 我相信他一定會好好照顧稱號 之前你說要把淨利潤 在三個月內做到一百萬 我還不太相信 現在看來啊 兩百萬都有可能 這才不到兩個月 已經快一百萬了 黃總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肯定是能賺到錢的 接下來 咱們就要招加茉商 統一貨員做護理 不僅能收取加茉商的費用 而且還能長期的賺錢 我以茶袋酒敬你一杯 我現在對你佩服是無敵無敵 你不敢生意上的事 就聽你安排啊 好來來來 兩位挺休閒的 郭總 郭哥 這個王八蛋不要臉 開口就要兩百萬 我們花了三十萬 買了你的東西 現在交易早就完成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別他媽扶我裝 把你賣了就不見的錢 全都給我 那就是不給你 你可不可以找啊啊 要找嗎呢 都不別像了吧 付給我 你這三月也別想做下去了 這幾個 給我把他殺了 郭總長 來 李總長 咱們聊聊啊 以你的智商 不可能突然發現 林木敬的事情 說吧 誰支持你啊 沒有支持我 這個前輩應該就是我的 你說你也一把年紀了 都活到狗肚子裡去了 這事你去法院告我們 看你能拿到一個籽子 你被人當槍耍了 有點大 上我們這種鬧事 不想進去去說實話 不然我只能報警 別報警 別報警 懶得說 他找我的時候沒有說名字 後來我打聽了 他叫韓陽 韓陽 這孫子 我就知道當初只開了他 又便宜他了 他懷恨在心打擊爆 這個理由也說得過去 不過幕後的黑手到底是不是他 先把你找到的說 這可以交給我吧 我能找到這從 黃主不打到 哎 你心虛什麼 你會做什麼虧心事了吧 我心虛什麼 我現在可不是你們公司裡人公司 想起來是什麼事了吧啊 你讓牛廠長跑來找麻煩 想繳我生意啊 我不認識什麼 你不吵他 我不認識什麼牛廠長 惡意挑唆 尋規自知 好好的人不錯你不要再進去 那你就如你願好 說吧 你幕後肯定有支持你的人 說出來 有酒還放你嗎 我陳昊他們找到你頭上 知道該怎麼做 你放心 這事 和您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人 是不是 我恨 剛和陳昊這垃圾 陳昊 海洋進去了 不過他們要把您供出來 狗東西 還算沒穿到家 就是太廢話了 這點小事不辦吧 你讓我幫你盯著那個他們開的水果包連鎖店的生意 確實很火爆 每天客流量都爆滿 他們能開 我也能開 你現在就去安排 開上30家 全部開到他們店旁邊 好的 張總 哎 薇薇 上車 我送你回家 齊先生 我想我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有老公 我也不會和他離婚的 請以後不要再騷擾我 你還真以為陳昊能三個月拿出一百萬 跟了我 我會讓你過上公主班的生活 不需要 那我爹 什麼 你吹 我最好 你吹 我 你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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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我只需要你踏踏實實的好好做人就行了 還在我面前裝清楚 等我把你弄上床 看你還怎麼做 唯唯 你呢 如果不想工作 那你就辭職在家 你在家呢就負責貌美如花 我呢負責賺錢 我不用你養 我只需要你踏踏實實的 好好做人就行了 現在水果烙連鎖店的生意特別的好 用不了三個月 我就能賺夠一百萬給你們家 這是你自己賺的 是 還是要給他們的 只有給了他們呢 咱們才能踏踏實實的過日子 就當是這麼多年 對他們的不良吧 就你厲害 這是十萬塊錢拿出花吧 還說未來姐夫好 我肯定搬得到 姑姐啊 其實想跟我在一起 就是這個陳昊啊 照這樣下去啊 我做不了錢了 咱們把生意出門出門 快跑 媽媽好長時間沒見葳葳了 我快想死你了 咱們全家幹一個 來 快 哈哈 再喝點兒 姐 姐吧可以來接人了 喂喂呀 你別管媽 今後呀 你一定 會感激的媽的 姐夫 這兩個 你別傻了 超哥 醜家人帶著小姐上來淒落的車 我看小姐狀態不對 我想怎麼差一試 你跟著他們啊隨時和我幫著聯繫 我馬上走 好 未來的女婿優適點 以後葳葳嫁給你日子還長著呢啊 你們放心 我一定會好好對葳葳的 啊 哎你別擺誰呢這人君子好人 小姐 今天就讓我知道我的臉 我倒是呢誰你 你小混混你了 我呢 你這什麼狗東西 怪我幹的事 不是 你這一個我不敢打你 魏魏在哪 你個畜生居然在打我 我得問你最後一遍 魏魏在哪 不知道 你和我女兒在約會 就想打擾他們的好事 你個廢物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要不告訴我魏魏在哪 我叫我們讓你殺了個兒子你信不信 你你放了我兒子 我告訴你我不是 我不是 求求你我兒子 你 哎哎哎哎 你這咋不應該的我 咋嘴 硬 那你再跟我說 當我是傻的嗎 我看 啊 你先看嫂子 這次他跑不了 醒醒妹妹 妹妹是我 神父啊 我不是在家嗎 是你媽和你弟 把你送上了齊磊的車 你在家是不是喝了什麼東西了 他們給你下藥了不是我 是趙姐這小子錯的主意 是你們自己家人把你出賣了 和我無關 你死到臨頭哪個罪名 媽 我可是你親女兒 你怎麼忍心情啊 媽也不想讓你受罪啊 好一個光明堂皇的女兒 案子報警把警察來處理 不要報警 我求求警了 我求求你 程浩 警察是報警了 微微的名震要去壞了 對對對 微微是你老婆 你不許我們也要微微考慮啊 讓他們走 我不想 好 我現在就滾 謝謝微微小姐 我不想在這個城市再見到你 明白我的意思啊 好 好 我保證 再也不愧 大柔威大小姐 滾蛋 好 好 快點 姐妹 你還有啥 我 不不不不 你 我 說 你 我先出去了 有事叫我 媳婦 出不去了 謝謝你 媳婦 我說過 我要讓你和小美過著好日子 等我的水果老連鎖店 再集點點資金 我會給你一個 沒意思 黃總 陳總 咱們水果老連鎖店 最近業績下滑了有點厲害 什麼原因 是張梅舟 他最近也在搞水果老的生意 而且咱們在哪開店 他就在附近也開一家 一直跟咱們作對 這個敗家玩意兒 看還是跟我剛上了 不行我得去找飯 黃總 為了著急 水果老這個難度本身就不大 他不加入 還會有別人 我就是厭惡他這口氣 沒關係 咱們長久經驗下去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服務 治療和口碑 黃黃 咱們一分錢都不要講 但是質量這一塊一定要把好關 絕對幫他出現問題 這 咱們的業績就更難看了 放心 照我說的做法 我看你們兩個的水果撈生意 是堅持到什麼事 是堅持到什麼事 上午 在我 玩不死你 大早丟張旅臉給誰看了 張總 咱們擊垮黃達和程浩生意的打算 可能要失敗了 怎麼回事 一開始不還好好的嗎 為了降低成本 我們在選材上肯定會要求低一些 這就導致口感差了一些 時間長了 顧客就不買賬了 兩隻狗 跟著降價 他們沒有降價 反其道而行 有些新品的價格甚至還上漲了 外部解決不了他們 就從內部瓦解 你現在就去找他們那個經理 好好聊聊 好的張手 我這就去 我是不會做儲備賣號的似的 請慢 一點心意 還請黃心裡笑娜 一把吧 小意思 黃經理 黃達和陳浩一年賺多少錢啊 他只給你八千塊錢一個月工資 我們家少爺都憑你委屈 這點錢你拿著 不要有心理壓力 是啊 憑什麼 我一天累死累活的才賺這點錢 他們倆像大爺一樣等著收錢 黃經理 我們家少爺是不會虧待你的 接下來 就得看你自己表現了 師兄 水果撈連鎖店的生意也起來了 你直接說的下一步計劃是不進 黃董 最近水果撈連鎖店的營業額 何時商反饋 你有關注訪問 現在公司事兒比較多 我還沒來的機關注 我絕對不太接近 啊 應該很快就會有結果 王豐 我希望不是你 黃哥 你猜的沒錯 這個吃裡含味的狗東西就是他幹的 我打死水呀算 你別這麼鬧 等我和黃董回去再說還沒有 好 浩子 浩子 這我幹不了吃屎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還是會背叛我 浩子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張非洲給我的錢我一份錢都為花 一次 拿著錢在西上南下 王豐 你做的這些事情你知不知道你能進去帶紀念 浩子我知道錯了浩子來 把他送進去得 浩子 來本不往非利益 既然招費都 鐵的裡面要來打 那如果他們不動手 幾乎是負負負責責販的意義 淳兄 你想怎麼搞 張少 陳浩和黃達要買西南城郊的房子 通過中介 他們已經和幾百個房主簽署了一項合同 他們最近正在籌集資金 聽說 要把水果勒連鎖店全部轉讓出去 他們有病吧 那種垃圾地方的垃圾房子都要買 買了等升值 我估計下輩子都等不到了吧 張肥舟真的會阻止浩子他們 這個是幾千萬上億的錢呀 陳浩這孫子確實有點邪門 他既然敢賭上全部身家買那的房 那就一定會賺 你先看一下 在他們前後後之前把那的房全購買下來 張少你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要你教我做事 好的張少我現在就去辦 事辦的不錯 接下來我繼續盯著他們 說 張非洲那派這家玩意兒還真上道 他想把那個區域所有的房子都買下來 不僅把自己掏了一個二兄 還欠了多少錢 西南成交的房子確實不值錢 但是 東北成交的房子 馬上就要升值 黃總 咱們水果勒的品牌不能買 還要籌集更多的錢 去買東北成交的房子 並且是越多越好 很快 未來的一座繁華的衛星城 就出現了 張少不好了 荒商 天塌下來有個高的地 沒想就在裡面 超以內出行的樣子 張少我們被程豪他們耍了 證著要動錢規劃的是東北成交 不是西南 程豪他們在東北成交買個房子 如今大漲價格漲了好幾倍呢 這事没完 走去找王豐那個废物 拿了老子的錢 給他們傻子 坐 小小我 你小子可以啊 妈的连老子乱骗 跟我跑跟我搭断 我还心敢动 嘿 我不去找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给我上 沒有本事 就別學人做什麼呀啊 有能耐你真就弄死 要不然 我抱不認全家死無葬事之地 現在想起這 好去找啊 我今天能讓你張慧如雙方神 明天我就能讓你張氏集團破產 行 我們他媽都給老子等著 你爸這還不是張安國 早要飯去了 張氏集團不會善你飯去 爸 我 被人欺負了 您得替我做主啊 連皇家那崽子 也對付不了嗎 皇大算什麼東西啊 是 是那陳昊 您不能放過他 他還放話說要讓我們張氏集團撤離破產 就跟他 他以為 放上皇家 就能高枕同優了 我要讓他生不如死 你只蝼蟻 把你搞得這麼狼狽 就能讓他乾淨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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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是张安国 愿你半个小时时间 马上滚过来见我 你是在威胁我是吧 对 你也可以不过来 那就别怪我对你老婆孩子 不客气了 不然 我要听听他们的声音 我要确保他们现在没事 分开我 这是非法俱进 不客气 是绑架 这我们董事长跟你老公谈完 我们自然会放你出去 在这之前 你就在这好好待着个 妈妈 我们有我老婆 小姐 这个是她的 成龙 爸爸 对对 小李 你小子有肿啊 打我呀 老婆孩子命无药了 放着我起来 你又长着我罪 小子 你的事 我听说过 我不建议 给你一次机会 什么机会 跪下 给我儿子磕三个头 跟黄家划清关系 以后 你给我办事吧 还敢让我给你们商家办事 你就不怕我害了你 咬人的狗 是不会乱笑的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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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过来 给老子跪下 再学三生 陈浩 陈浩 你不要跪 有股气是好事 但不能当饭吃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 噓噓噓 噗 不是想教你老婆孩子吗 学狗叫 叫啊 叫 叫 敢动兄弟找死了 没事 没事 是我的气啊 放心今天一定把你去看救赞 王远江 这是几个意思 张安国 你还要点脸吗 气得一个晚辈竟然有这种下三类的手段 不能替你骚得慌 张安国行事 还轮不到你来堕嘴 我惹怒了 你们可别后悔 那我就等着了 上 五王 你现在想到你 哈哈 你能把你去追 你有一天 你都想到他 你我一天 尤其佛 你要不想到你 您一定可以长命百岁 陈浩 你别嚣张 你张家我一万我弄死你 明天开始 你们张氏集团 就要开始崩塌了 小梅你刚才有没有害怕呀 爸爸我没有害怕 妈妈 我就知道爸爸会来救我们的 陈浩 今天是黄总市长救了我们 那都一定要感谢你的 这是陈先生救我才行 能有这样的感谢机会 陈兄你先送弟妹跟孩子回去 回头咱们再聚下 黄总 关于张家的事 我有一些想法 回头见面咱们看看 张家本来不想对你们赶紧上去的 既然一再往墙口上撞 那就早日死了你们 归西 爸 这事不能这么说了 当然 这皇家 只有万法 那个陈浩出了妻儿 还有什么家人没有 岳父岳母 嗯 好于不成器小舅子 哼 不成器好 那我们就跟他 好好玩玩 嗯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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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我 当然 这个皇家 自有办法 那个陈浩除了妻儿 还有什么嫁人票 岳父岳母 好于不成器小舅子 不成器好 那我们就跟他 好好玩玩 爸 这事我擅长 交给我 哎哼兄弟 哎哼我这一见你 我愿意咋特投缘 哎 我名片叫朋友 居然是大美鼎鼎的张哨 今儿没有什么少爷 都是兄弟 来今儿我请客 干 哎哼 给我想起了一句话 像他还要蠢 陈浩有这样子 哈哈哈 我该很 兄弟 想不想往这有意思 你人吗 我喜欢那种 胖胖的肉肉的哎 那那种感觉有钱了 什么样的女人你不是 我是说呀 那种一晚上能让你的资产翻上好几番那个 怎么样 敢不敢兴趣 兴趣倒是有 就是我刚买了房买了车 本金没多少 有我在了吗 你没钱我有吗 走哥今儿带你玩去 今儿就借 哈哈哈哈 兄弟 你这手气啊我是真的服了 哎呦呦 再来 哎 哎 这就说了 说了 我今天就是借钱 要跟你把这把玩了 张胜对付张 三个家 今天我借钱我要继续 张胜对付张 你三个家 今天我借钱我要继续 对付张家 王叔叔 我和黄达呢以兄弟相称 你就叫我陈浩就行 高见谈不上 不过确实有一些想法 是的 张氏集团的整体实力 不弱于黄家 想要一杆子打死 肯定是不现实的 咱们这样 真乃神人啊 哈哈哈哈 难怪黄达 对你佩服的无体投地 哈哈 他们不是好歹 又上感的挑衅 我自然不会放我呢 我先听个电话 喂妈 你小舅子一家在你家闹闹 张口就要一百万 你说回来吧 行我知道了 你先稳住啊 我马上去 荣耗已经给过你 不要太得寸进尺 差不多就走吧 我真的没有钱啊 死没良心的 我背发一样这么大 你已经落难了 我们一家死 都要落宿街头了 你还不乖 你管不住自己的儿子 跑到这里来撒野 你跟外人跟你有毛关系啊 要滚的是你 要滚也是你滚 我的好女婿 你一定要帮帮赵夕啊 要不然我们一家就完了 我都给你们一百万了 还不满足 房子也有了 车也有了 你当我是免费提款机吗 什么免费提款机啊 我闺女嫁给你 咱们就是一家人 那家人遇到困难 你能不能帮忙啊 你当我是免费提款机吗 如果是实实在在的困难 我自然会帮 你看我们现在房也没了 车也没了 你这小舅子呀 还贴了一屁股在 你要是不帮我们呀 我们一家人 只能走投无路 就要饭了呀 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了 说话呀 你这个时候装什么样啊 我就是跟几个朋友玩吗 刚开始的运气挺好的 我就一直赢 结果不知道怎么就就就就收 收收收收到最后我就行行行 这就是他自己活该 我以前什么样你们不信心的 马上送我家里回 你自己欠了多少钱 自己解决 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不行 必须吧 未必是我清醒的 你是我女婿 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了 要不我 我我今天我就抓 我给你看 抓 用力点 一两万两 信不财大 你不要太过分 你们要是再过分 更过分的还在后边 信不财大 你不要太过分 你们要是再过分 更过分的还在后边 卫卫 我没给他们拿钱 你不会怪我吧 当然不会 你刚才要是给了他们 明天他们没有了 还会再来要的 安子 阿伦 你去查一下 赵秦那个蠢货的钱被谁给骗了 陈昊 陈昊没有给赵锡一家钱 接下来该怎么做 行 够狠 陈昊既然不管他们家的死活 那就把黄收回 让他们一家 流落街头 张大少爷 求你瘋瘋瘋瘋瘋瘋瘋 房子你先给我们留着 钱我们慢慢缓 还不给张大爷 关下 求他原谅你 张超 求求你 谁把这几条狗狗放进来了 你很成功 不是你 我们也是 你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肯定能帮他忙的 是是是 平时我们觉得 你在他眼里还有价值 不管怎么样 那是我亲戚 我差钱给你 说好不帮忙 我姐肯定不会不管我们的 对对对 行 没蠢能力 房 我可以不收了 但是钱必须还还 我能一并还我 这 这结束了 这要是收光了钱啊 是张费都包到嘴 和我猜的一样 上面还没得收 张费怎么样 房子没有被收走 好像是打了一线条 说是钱 可以慢慢还 张费都没那么好行 一定是留着可能继续再回事 哥 要不要 顾住张家 你不要 你盯着他们点 有一场情况就告诉你 如果真把他们送走了 你嫂子不想起来 那张县里边 最终三五 当然不是啊 张氏集团马上成立三十多年 我给他们准备了好几份领导 这安国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他们搞清点要求他们来 哼 这安国可不傻 他邀请我们 肯定是要找机会让我们难堪 这样我们送他们礼物 才更有效 黄周周 您哪里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 万事俱备 点火就发 这段时间怎么没有反击 他们还以为占据了上风 骗子疼 哎哟 黄总长 大家光明 请坐请坐 黄总长 最近黄家的生意不好做吧 我听说有几家酒店 就快要关门大吉了 这就不劳定操心了 关了再开 有什么难的 谢谢 各位的光临 捧场 我顺便呀 就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说来天空 让我也高兴高兴 好 我们张氏集团 打算收购你们的黄氏集团 好大的胃口啊 就把吃下去撑死 我们张氏集团有的事前也有能力 反而是你黄董事长 年纪大 有一个不成绩的儿子 我看不如退居幕后 此刻 张氏集团 应该是有钱 但是不知道接下来 还会不会有那么多钱 我再和黄董事长谈话 今天叫你来 就是让你长长记性 别震他妈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够不够资格 很快你就知道 恐怕你已经没有机会让我知道了 你的靠山黄家 就要倒喽 黄董事长 看看你们家的补票吧 现在应该已经开始跌了吧 一直偷偷的大量买入 现在又开始抛出 就这手 想击垮我们黄家 笑话 急什么 这只是个开始 等我们把黄氏集团 被收购的消息放出去 再搞一些真真假假 捕风捉影的新闻 你们黄家 想翻身都难了 捕风捉影 毕竟是虚假的信息 但是张氏集团做的那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可是有据可查的 这小子说的是什么意思 难道 他知道我们张家的一些内部交易 不可能 他这是在套我的话 故弄玄虚 臭小子 差点招了你的道 可惜啊 你还弄点 黄氏集团给张家送的大礼 我想这就快到了吧 我不知道张董事长能不能接得住 什么意思 董事长 张少 有人在张氏集团的紧无言道事 什么 拍老猫头 什么 张氏集团董事报出丑闻 还算了热搜 这件事只有我们内部人员知道谁怎么洩漏出去的 我压下去必须压下去 你不是我拿的你们胡说 这张氏集团的股票 这张氏集团的股票 我都把我的股票实现下降 这些都是你们倒的鬼吧 好一个福利抽薪欲擒故纵 承让 这是我们给贵集团准备的几分大礼 不知道您是否满意 我很满意 也很喜欢 就凭这些 想扳倒我们张家 我们异想天开 若想人不知除非几莫为 你们做的那些缺德者 你心知肚明吧 可好 我怎么弄死你啊 对了 张少爷 我想你还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弟弟吗 不是真的吗 你背叛了我吗 你完了你 我 你才完了 我会说话 我怕就闭上 我想张董事长和张少爷 估计还有很多事情了吧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走吧 张家的好戏现在才开始 哎呀今天真是太痛快了 陈兄 罢了 不如我们趁张氏集团股票大跌混乱不堪的时候直接把他收购了 百族之手死而不僵 张氏集团发展了几十年 树打根深 不会轻易倒降了 我们如果这个时候缠回进去啊 反而更容易被倒打一盘 郑浩说的对 黄大 你比陈浩年长 可经验和阅历却远不住他 好好学着吧你也 哈哈哈哈 那我们接下来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更何况 张家是柴狼 咱们逼得越紧了 他们的反击就越厉害 在接下来的交锋过程中 我相信我们可以发掘出更多惊人的黑幕 足以让他们永不反身 我们就以静置动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了行吧 你个王八蛋你不要脸的东西 你在外面有个女人 你还给我生个私生子了 够了 别怒吼这个圈子 如果不是当时我们家放出你 你哪有今天想这样的成就 又来了 我对你们家也不差 别得罪计辞 我不管 什么都别说了 谁在给我签协议 外面那个贱人的小大头 一分钱都不想从我这拿到 王总 你找我 嘿嘿 坐 陈兄 你现在是大忙人啊 啊 见你都得提前预约了 这次找我来是张家的事情 张家 张家现在内忧外困 这忙活着呢 他们没时间搭理我 水果捞的事 好事 喂 让他进来吧 啊 陈总已经到了 来 天飞 你们俩认识 哦 嗯 不认识不认识 只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和这位小姐长得很像 没想到却上些名名字都一样 我 我 你不认识了 这一事 我已经有个违背 心中装不下第二个人了 陈总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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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竟然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机会的话 一定要介绍我 你这位朋友给我认识一下 行 如果有机会 一定介绍给你们认识的 好奇怪啊 这个陈总 怎么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陈兄 颜飞是我给你找的水果捞连锁店的新经理 颜飞 本科在国内读的是一流大学 研究生在国外上的也是名校 比王峰那王八蛋 想太多了 黄总 您的结果 我自然是认可的 我也相信颜飞 一定会成为我们 最忠实的合作伴侣 陈毅啊 最近张家事比较多 我让你一直盯着黄家 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张家 可不养没用的 陈总 我已经想好了对付黄家的办法 我就说啊 别吞吞吐吐 再莫无忌忌走远 董事长 我我需要五百万运作 我给你一千万 办不成 你可点拿命 爸 最近集团是不是不太安爽 我听说好多中层都离职了 董事会是不是也不安上 这群白眼狼 提起这个事情我就生气 人不禁走 还有不少项目跟着就丢了 你说他的黄家带他们也是不保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人为猜死 鸟为死亡 他们这么做 肯定是有了更大的利益 又不 陈总 你这么说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啊 对 我知道张家肯定会反扑 所以一直没有放纵对他们家的警惕 你怀疑是张家干的 我也查了 这件事情 还多亏了颜飞 他动用了自己的一些关系 查到了一些内部的教育理 那些离职 搞事的中层管理 都收到过一笔钱 归根溯源 我们查到了一个人 潜意 是他 当初我放过他一马 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现在他居然反过来对付我 这个吃力爬外的文章 我当初就挨棍打死他 这件事情呢 他自己一个人是做不了 自然是背后有张家人在给他遮掩 那现在他所做的事情 又查不到张家人的头上 黄州传 如果你相信我 最近事情 就交给我去办 好 钱总 好久不见 有没有兴趣聊一聊 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啊 见到你一个丧门事 等我 背了 还有别忘了 我现在跟黄家没有任何兴趣 不管了 好狗不挡道 你觉得你今天走得了吗 钱总 你先听听这个 韩总 你在黄家有什么钱 拿人一百万 张家书和黄家 我们时间给你 问 等我 最长三个月 黄家 又没 那又怎么样 我拿钱他 实质 这不犯法吗 你以为我们只掌握了这点信心 窃取商业积入 用非法的手段打压对准 你光你做的这些事情 足够你待十年 别他妈共同宣序了 我还就不信 那既然前总不信 那就算 我们也走 我倒要看看你那个主人 会不会保护 你想怎么样 先跟我想聊了 咱们就找个地方聊聊 哎呀 我爸放你一把 你还敢翻咬一波 你把黄家复活在线 毁我的事业 你什么 王总 有话好好说 不要动促啊 王总 当时咱们两个 一个人唱红脸 一个人唱白脸 这样才能下注前意 让他乖乖为我们做事情 对付他这个 就那碗云电池 你最好配合点啊 不然我随时送你进去 这样脾气比较大 但是我相信你应该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 哎需不需要我再给你小细时解释一下 这怎么做的 那你们的保证 保证成家以后 那这就把责任 这给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亏在 自己的合作伙伴 啊 当然 只要看你自己的 有钱 王总 我怎么感觉潜意这个人好像不太靠谱 我们真的能相信他吗 把赌注压到一个人身上 假认是不行的 王总 黄叔叔最近是不是想拍一块地 做餐饮 对 主要竞争对手就还是张家的 让黄叔叔放弃吧 一块烫手山鱼 如果我没记错 这是黄家开始走下坡路的一个分水岭 这个项目是黄家近年来的一个大项目 放弃 太好说了 黄总 你有没有听说过电子生物 电子生物 我太了解 黄叔叔是做餐饮 我们可以把餐饮做到线上 别人在线上点单 我们线下负责配送 你听着不错 你继续说 而且这个平台呢 它不仅仅只有黄家的餐饮品牌 它可以囊货很多其他家的 平台抽成大家实现合作共赢 我觉得挺好的 我建议啊 咱们餐饮就单独在一个平台 这就是贵兰的风口 我去找我吧 娘要 咱们还是先出一个计划书 你不然你就算黄叔叔同意了 那些董事也不一定答应 是是 黄总 还有这件事情的保密性 一定要做好 对于陈浩提出的餐饮店的商务项目 现在开始投票 同意的请举手 薇薇 用不了多久 你就要做首富夫人了 很好 全员通过 我们接下来就是签合同 开始项目筹备 杨飞 潘子 你们也有 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签字 不不 陈总 我只是一个经理拿来国分不合适 你还是收回去吧 浩哥 我就是跟着你打仨的 杨飞 你的能力 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签了字 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 还有你安子 你是我兄弟 费什么话 签字 快点签吧啊 陈浩是大股东 你们不签字 怎么能让你们安心打工呢啊 欢迎 你们年轻人乐呵乐呵之吧 我就不参与了 黄总长 竞排的那块地你还去吗 去 当然就去 而且还要高调的去 不让干国打出血 太对不起他了 哈哈哈 英雄做监律头 我听说集团收购了这块地啊 哎呀 这事咱要成了 收购皇室集团 分分钟的事吗 我也没想到 黄远强这老小子 居然能放弃 不过 我们在这个项目上 花费的资金 远远超出预期了 所以接下来 这个项目 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差错 放心吧 爸 皇家失事 以后谁看看找啥子事 你给我盯着点那个陈浩 我总觉得 这小子有点邪门 以前我没时间 现在我要好好陪他玩玩 他不是在办什么纯情好男人吗 我偏偏往他骑离子散 赵少 我明天就发工资了 我发了工资 我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 哎呀 你个废物 就你一天得点钱 啥时候能还我 赵少 求求你 赵少 求求你给我纸条鸣路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完了给你做 你做马都可以 真的 赵少 你给我个机会吧 啊 赵少 我现在交代你一事 办成了 剩下的借款 全面 就是 我们水果刀的这个方案 哎 我刚好想到一个 跟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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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啊 这个方案是吧 它是前段时间 跟我们的非常贴切的一个方案 哦就是这个 哦 完全可以 这个就是我要的 行 那我请 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接着说接着说 哎 姐 你不好像上班正前炮着来干嘛呀 你看看这姐 我姐夫现在有家了 逼着你在外头搞女人呢 我说什么呢 这可不是这样的人 你仔细看看 你偷拍你姐夫 谁让你这么干的 我没有人让我这么干 我就碰见了 你看他俩有说有笑 一看就是有奸情啊 这就是你姐夫公司 一个合作伙伴 项目经理 可不要胡说 你再胡说我告诉你姐夫 不是 有说有笑 你还说 我去替你重新啊 我查 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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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哎呀 啊 啊 喂老公 晚上你回来吃饭吧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辣子鸡 多吃点 嗯 你最爱吃什么 嗯 还说我媳妇做饭好吃啊 你没玩那些大厨讲多呢 真是 大伯伯 嗯 咱们这别墅呢 也就装修好了 下个月咱们搬回家 刚装修完不着急搬呢 我觉得在这住着也挺好的 我每天接触小美也方便 啊 也行 颜飞 还没有找对象了吧 人家眼光当上呢 能黄叔叔给他介绍对象你没看上 他们会是喜欢你吧 颜飞 跟你说 我发誓行不行 我和颜飞绝对没有那种男女之情 我知道 你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我以为今天怎么突然提起颜飞的事 难道是我最近太忙 对她关心不够 照片 照片我给我姐都看了 我姐不信啊 这是我该考虑的事 我要你这废我干嘛 照照 你看你能给我装一点 那种地方 平时拍的照片 没有实际性的证据 我姐肯定不信啊 人我给你安排 随时等我消息 今天高兴 陈总 元总 咱们不醉不归 陆总 陆总 我给你 我真的不客气 别客气 别客气 千万别客气 元总 这点酒量对你来说不可以的吧 今晚高兴嘛 好吧 不用管了 已经安排好了住宿 车也不用开 我们今天就可以到这 我们两个酒量确实不行 你改天改天改天 我干嘛 不不不不 你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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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我高兴 陈总 元总 来人 把陈总元总住房间喝多了 是 张掌 这请办妥了 房间 零四 很好 张家购物中心的建设工程 交给你啊 哈哈 谢谢 谢谢张掌 明白明白 谢谢张掌 姐 姐是我 我姐夫跟颜非那小剑真的勾搭上了 一份狗男女不要脸 成后 元飞 你们在干什么 维维 我喝太多了 你当我是傻 事情都这样的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 陆总 我和陆总一块喝的酒 喂陆总 你赶紧过来一趟 陆总 解释一下快快快 你们这咋回事 昨天晚上把你俩送到不空的房间了吗 你能咋跑到一个床上了呀 干嘛 事事就在眼前 成后 等你清醒了 我们离婚 为为为为呗 婚内冲会是女章 是你被把我姐的 我告诉你 离婚财产 是该我姐拿的一只笨笨笨我拿上 vorbei 哎呀陈总啊 这事关我关我关我 你们想一下接下来看这个事 我还想走 我咋害了你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啊 你没关系啊 那我就宰了你我看你说不说实话 哎喽喽我也不知道你俩咋在一起的呀 陈浩你松开 总有啥关系啊陈总 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还未给你带来麻烦 走廊里有监控我们去查监控 你松开 对对对走廊要有监控 咋可以看监控啊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正好他们说 走廊里的监控已经坏了一个星期了 现在什么都是卡不到 有人是故意想搞伍 我除了张家 想不到其他人 那是这样 我现在先去跟嫂子解释清楚 不能再让他继续误会下去了 不用你去了 本来也和你没什么关系 他把你卷进来 好好休息 陈昊 你会选择我吗 请原谅我的自私 我知道 自己不白喜欢上你 可是 我骗不了我自己的心 喂 你怎么了 我可怜的女儿呀 陈昊那个杀千刀子 你放心 我们一定要给你逃回公道 离婚 让他见见更惨 我现在很美 有什么事 没见得好 那你快去休息吧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了 这是张少庆的 大离我们官司的名义室 桌仙在床 人正无诚拒在这次都逃不掉 那陈昊是郭作坊 如果维维给他离婚 是不是维维得的家产就多一点 当然 那离 哎 必须离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和张家有关系 那明天很可能律师就会找上门 那些新闻媒体就会曝光出我的丑闻 直接对我们的品牌和项目 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媒体那边不用担心 我联系一下 应该可以压下去 哎 王总 不用压 你就这样 他们不就是想把事情搞大吗 那就让他们放马过来 把这件事情搞得越大越好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潜意那边 你们是不是有成果吧 但是潜意提供的消息 还是要防备确认一下 千万不敢出诬告 不然他们肯定会到达 我以上说的这些信息呢 就是确认过的 如果再过点时间 还能收集他们更多的罪 如果明天没有媒体报道 也没有那些律师 那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赵家的私下所为 那咱们就晚一点和张家谈判 以后的事情再查都来得及 可以 陈兄你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账啊 我警告过他们了 不要折我 不然我就让他们张家 你 陈先生 你背叛自己的妻子和后悔人发生关系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陈先生 据说你多次采取非法手段 欠取内部政策信息 请问这是不是真的 子虚乌有的事 你们想让我说什么 到时马上有一个大新闻 我可以提我给你们 张氏集团 有人要被请进去喝茶了 安仔 把证件叫回去吧 各位亏计准备报道啊 这要是被人抢了第一手 多亏呀 今天是个好日 咱得好好庆祝一下 是啊 是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知道你爱玩 今天晚上的邮轮都跌倒了 呦 谢谢 哎老毛 董事长有人举报 说明张氏集团设计多项违法违规 警方要您和几位董事们协助调查 谁去招育骨 跟我们走一趟 palabra cordia eso已经在 decimal 去找家 结我媳妇回家 着 AC 赵琪 你想好了 如果你现在把玫瑰上 我下一秒就抱紧 我把你送进去 我又没办法 你能把我怎么样 托拍算不算犯法 无限算不算犯法 乔长勒扫算不算 妈 妈 你敢把赵琪送进去 我现在就冲了人开下去 好你去 之前咱们有些误误 以后呢 咱们还是一家人 维维的 维维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你先听这个 维维小姐 陈总和燕总是醒来的 是我那天 把他们关罪 叫人把他们放到一张床上 不用听这些 我回家 我回家 有张国被抓了 他们家干那些丑事 也都破光了 张家 那咱们得喝一杯 张慧珠跑了 目前警方还没有抓到 大家平时都注意点 没事 他要是敢出现 我保证打得他爹妈都不认识 放个小时 马上滚到我面前来 要不然 我拉着赵薇薇一起死 张慧珠 轮队一点啊 放假杀人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张家完了 我也完了 可文后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我一定做的是一人当 你把外面放了 我过去给你当人质 好不好 张慧珠疯了 我要跟你一起死 我就是疯了 我就是要跟你一起死 想不想过来 不要 不要 张慧珠 你给我追住 你 慢慢过来 好好好 这根烟别耍花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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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